女人刚上飞机 就看见飞机上乘客身边都坐满了鬼 而这意味着他们今天都会死 她当即就找到空姐说飞机会出事 但是却被安全员当成疯子 直接赶下了飞机 然而半小时候 电视上就播报出那架飞机 掉进海里的新闻 随后她就被当成了恐怖分子 带到了警局 面对警察的审讯 她不得不说出 她可以预测死亡的事情 女人名叫夏兰 她从小就拥有阴阳眼 只要她一看到人的身边 出现黑色的威蝇 那么那个人很快就会死去 可是当夏兰把这件事 告诉审讯她的警察时 警察却根本不相信她说的话 但是窗外这个名叫武江的刑警 却对她的话产生了兴趣 因为就在几天前 武江在汉堡店买东西 正好遇到了在这里工作的夏兰 当时她旁边的顾客 拿着汉堡准备离开 却被夏兰一把抓住拦了下来 夏兰说她看见男人身后有黑影 她让男人三分钟之后再离开 否则会出事 但她却被男人当成了精神病 男人挣脱她的手 直接就走出了汉堡店 起料下一秒 就这样 男人因为没有听夏兰的话 葬送了自己的性命 所以武江回想起那晚的精力 她便开始对夏兰 可以看见鬼的事情产生了兴趣 于是在审讯结束后 武江就主动开着车送夏兰回家 在回去的路上 他们遇到一个男人准备跳桥 夏兰看见男人身上也有黑影 于是她便随口说了句 这个男人今天会死 但是武江这次却不相信夏兰说的话 武江说这个男人每个月 都会到这里闹上几次 有一次差点掉下去 这个男人还拼命地求救 所以她觉得这次也不会有事 然而当武江把夏兰送回家后 折返回来时 却正好看见男人跳桥的画面 当男人被打捞上来时 他的生命已经永远停留在了这里 这下武江彻底相信了 夏兰有阴阳眼的事情 于是当天晚上 武江就来到了夏兰家 他说他当时如果相信了夏兰的话 说不定就可以救下那个男人 随后武江就邀请夏兰和他合作 他想让夏兰摘下墨镜 利用阴阳眼的能力 和他一起去救那些即将面临死亡的人 但是却被夏兰当场拒绝 还被赶了出去 然而第二天 夏兰却突然想哄了 他准备试一试自己到底能不能救人 于是当他看见这个女人身上有黑影时 他就鼓起勇气去摸了一下女人的黑影 但他却看见这个女人是得了癌症病死的 所以他也无能为力 随后他又看到一个中年大叔身后有黑影 他追上去用手一摸 发现这个大叔会在购物中心被枪打死 于是夏兰当即就拨打了武江的电话 让他过来一起救人 而夏兰自己则先跟着大叔来到了快餐地 夏兰说自己是个巫师 他让大叔今天不要去购物中心 如果不听话就会死得很坦 但是大叔却把他当成了一个疯婆 夏兰见大叔不听劝 只好自掏腰包拿出十万韩元 准备买一下大叔的一支时间 但是大叔根本不相信世界上还有这种好事 他觉得夏兰是在给他做仙人条 见大叔软硬不吃 夏兰只好放出大招了 只见他故意摔倒在地上 用头使劲地撞着桌 然后大喊着是大叔打了他 大叔见状吓得直接就逃离了餐厅 但是刚出门就遇到了赶来的武江 武江拿出手铐直接就把他铐了起来 随后他们就把大叔送上警车押网了进去 虽然大叔被救了下来 但是夏兰却说这件事并没有结束 因为大叔是被当成人质持枪打死的 现在大叔不在这里 但是持枪的歹徒并没有出入 那么歹徒就可能会劫持其他的人质 所以他们必须抓住歹徒才行 随后两人就来到了案发地 在这里夏兰看见了 事发时一直哭泣的女人 他觉得这件事应该和女人有关系 于是两人当即就找到了女人 经过询问得知 女人背叛了正在扶兵役的男友 和其他男人好找 所以男友威胁女人 如果不和他见面的话 就要杀了他的家人 武江打了电话查证后 得知女人的男友 真的在今天早上做了逃兵 于是他们当即就让女人打电话 约男友见面 很快男友就打了过来 可是他刚坐下 就被武江用手铐铐了起来 就这样 逃兵和大叔都被关了起来 但是这件事却并没有到此结束 当夏兰回家后洗了个澡子来时 他发现武江给他打了17个未接电话 可是当他回不过去时 电话也一直提示无人接听 他觉得可能出了事情 于是夏兰随后就赶到了警局 刚来到这里 他就遇到军方的人正带着逃兵回去 这时他突然想起歹徒军装上是两条杠 但是这个逃兵身上却只有一条杠 他下意识地觉得歹徒可能另有其人 于是夏兰便拦下了军官 他问逃兵把枪藏在了哪里 可是军官去告诉他 这个逃兵并没有带枪出来 随后电视上就播报出了 购物中心持枪挟持人质的新闻 而这个人质正是武江 一声枪响过后 武江就死在了血泊之中 最终夏兰看见的悲剧还是没能避免 夜晚一个医生来到停尸房 想要取下武江的眼亭去卖钱 可是当他准备动刀时 武江却突然睁开了眼